各位網友,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得選才是老闆 不少香港人都會覺得很適合聽 因為大家都喜歡有得選 但是如果由納稅人支付的公共服務 可以讓人隨便地選擇的話 又有什麼效果呢? 近期最離譜的案例 莫過於爆眼裡司法覆核上訴案 爆眼裡最終敗訴 但是原來埋單的卻是香港的納稅人 這個失蹤了很久的爆眼裡 為什麼無論如何都不願意交出醫療報告 而要以法律程序去挑戰警方呢? 當然是惹人懷疑 法律界高人指出 爆眼裡的傷勢對於解構案情有關鍵性的影響 她阻止警方殺取醫療報告的上訴理據非常薄弱 仍然能夠獲批法律援助 已經令人很廢解 但是法援處竟然還容許她選擇一名資深大律師 還要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去打這場索稅的官司 更加是匪夷所思 但是沒有最離譜只有更離譜 最終打贏官司 卻是要賠錢的 是政府 還要是全部由納稅人去找數 夏博爾就代代平安 正所謂公就我贏自就你輸 對於夏博爾來說 這些錢真是太容易賺了 高人翻查資料 因為牽涉反修例風波和動亂 而向法援處申請瞞助的案件 只知現時總共有460多宗 其中有超過350宗已經成功獲批法援 當中又有超過320宗案件的申請人 獲分配自己親自提名選選的律師 高人就苦笑地說 不用自己付錢又有得選 誰都會選一個最資深 甚至是政見相同的律師代表自己 就算是天價又怎樣 反正都是罕納稅人的蓋 或者就是因為這樣 難怪2019年至2020年度 花在法律援助的公帑高達11億3千3百多萬 而過去10年的法援費用高達65億 差不多可以興建多一條青馬大橋 高人說 從爆眼淚一案就可以看到 現時法援審批程序確實是存在扭動 法援處是必須重新檢視現有機制 能否有效把關 必須及早糾正法援有得選律師的制度 試想上病人去到公立醫院求醫 可否指定某一位醫生去診斷和治療自己呢? 如果再不堵塞這些扭動 會否變相資助了某種形式的經濟圈呢? 會否令某些政治背景的申請人和律師 長期濫用公帑打官司呢? 近日被稱為民間化緩的612基金又再告急 聲稱自成立以來籌得的2億多港元又差不多用完 現在的結余大概是140萬 法律界高人就踢爆 612基金原來一直都是三毛 沒有社團或公司註冊 沒有自己收取籌款的銀行戶口 也沒有自己的地址 戶口和地址都是借回來的 他們很可能是在做非法籌款 這個民間化緩又是否另一個經濟圈呢? 或者變相資助 甚至有使他們所謂的受助人 進行違法的反政府行動 或者暴力抗爭 當局必須要徹查 2019年的政治大風暴 暴露出香港司法系統裡的種種流動 雖然說港區國安法已經令到香港社會平靜下來 但需要改革的都仍然是必須改革 如果公帑支付的或者民間的法門 有任何被濫用的跡象 或者成為衝擊法治的幫兇 或者有使青年人不顧法律後果 盲目加入街頭暴力衝擊 我們不能不出手撥亂反正 堵塞香港法治上的缺口